歡迎第三節 陳小學博士 你有沒有看蜘蛛俠嗎? 看了一點 其實我一直對於那些 蝙蝠俠、蜘蛛俠、蝠俠、蝠俠、蝠俠者 其實我的興趣不是很大的 但是他一射出來那些是蜘蛛師 我記得自己看那一幕 因為我見過場面就是紐約地鐵 蜘蛛俠站在紐約地鐵列車的車頭 他截停那輛高速列車 不停地要射一些蜘蛛師來 去圍著周圍的大廈 當然是科幻東西 但是有一件事我覺得大家值得留意 蜘蛛師是真是很厲害的東西 如果你真是一個蜘蛛俠 去射到一束這樣的蜘蛛師 都真是那個拉扯能力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 技術上是可以的 技術上是可以的 但是這麼說 首先有沒有人試過弄到一顆大腿這麼粗的蜘蛛師來扯去的東西 就沒有人做過的 OK 我們這次期就很想跟大家探討一下 這個蜘蛛師這個纖維這件事 現在有沒有一些最新的突破 或者在未來的發展呢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嗎? 第一件事我們可以比較的就是 我們也有譬如是絲綢 那些就是蜘蛛 蜘蛛師和諮蛛師的比較是怎樣的? 首先要知道 你說利用昆蟲去弄出來的一些絲 纖維做物料 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用料 蜘蛛師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不是? 於是我們有人養蜘 結成一個蛹 然後做出來的那些絲 那個韌度是很理想的 當然也是不同的蜘蛛 你養得好不好 也影響到那個品質 所以這一種 無論是在那個實際的應用上 既是舒適 也都是很實際的一種材料 你說那些絲質的東西 是一個很尚盛 很理想的一個材料 就是這件事可以從中國文化找到 很理想能夠貢獻到世界的一種東西 也是非常自然的 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說昆蟲來講 能夠捏出一些 更加強 比蠶蟲更加強的絲 是有的 其實就是蜘蛛 蜘蛛的絲是比較強的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有沒有人見過 用蜘蛛絲來織的衣服 蜘蛛絲纖維做的材料 我們有沒有見到過 我可以查一下 可能有的 但是我不敢看 但是你也遇到這些東西 不是那麼common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我們怎麼去量度 去那個拉力 承受的程度 我們現在是化工有這樣的能力去看的 告訴你 是有的 現在的圖片那件衣服就是 是的 而且你可以預期就是說 那種銀性是更加高的 OK? 但是實際上是 但是實際上就是 為什麼我們這麼難去見 你說絲綢這些我們肯出得起錢 都叫很多地方可以隨手可得 但是蜘蛛絲這些可能真的要刻意去找的 不是那麼容易找得到的 還有可能不知道 大家聽下去 你說 我這件事是絲質 蜘蛛絲質 OK?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夠接受到 但是如果純理說 由那個材料科學來看 蜘蛛絲這件事 其實是一樣 可以說是比蠶絲更加厲害的材料來的 如果想說它的硬度那方面來講 他要說的就是說 原來它的硬度可以跟鋼比較 哇 這個真的很厲害 好了 但是現在有了這樣的物料之後 我們怎麼用 怎麼可以產生這件事呢? 就是說可不可以不透過這個蜘蛛 做同樣的 就是這樣的 這裡一直就是那個問題所在的 養蠢我們很清楚的 我們知道就是一堆蠢蟲 讓它結了一個蛹 結了一個蛹之後就殺了 它殺死裡面的那隻 然後就抽屍剝繭 我們有這樣的四字成語的 但是大家想想 我們拿蜘蛛絲 不是在蜘蛛絲結繭的時候 是不是? 蜘蛛是會自己結個網 它結個網是拿來給自己搵成 它就不是拿來給自己立成一個蛹 我們不是拿去那些 就是它不是那種多階段的 就是那種會變的蟲 就是蚘蛛的就是蚘蛛 後來破個蛹而出之後 但是蜘蛛就沒有這個階段了 那麼它那個絲就不是拿來結個網 OK? 好了 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怎樣把它圈養來拿去那些絲呢 其實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很難大規模地做的 那你整個房子 OK 可能你家裡有個房子 長期不打數 結了蜘蛛網 就搶了很多絲 是不是? 但是相比於養蚘蛛來講 效能就低很多 是不是? 所以說到底就是說 你去養蜘蛛 來去拿它的絲呢 其實那個成本效益是遠遠低過那個養蚘 所以這個就是變成了 拿蜘蛛絲來去做生 做做材料呢 這件事就是很 就是停留在肩明階段 多過真是一個很隨手可得的一個成品 好了 我們有沒有辦法用科技來介入呢? 就是剛才講的都是實際面對的技術困難 那麼現在呢 其實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運用我們現在的科技能力 來去跳過一些這些這樣的 從圈養蜘蛛帶來的困難 我們去跳過去呢? 令到我們可以將這些蜘蛛絲大規模生產呢? 那麼其實就有人去嘗試做這個研究 而這種研究的那種思路 其實幾次我們先前講的那些什麼 澳洲企圖用自己做酵素來做人做牛奶的過程 那麼有聽眾那些人說 哇!做人做牛奶 是不是也是那些化學三綠牛奶的那些 就是用假材料去辦 那樣有些不同的 我們其實是拿了那個 模仿天然合成的過程 來製造出一些和天然成份一模一樣的 那樣的產品 OK 就是說從那個化學結構上 你是不會看到和真的牛奶有任何的分別 就不是說你加些三綠青胺 來假扮了那些蛋白質 來騙過那個檢測 就不是這樣的事情 那麼現在就是 跳回到我們這個話題 那麼我們知道 蜘蛛之所以能夠套出他們那些絲 其實就是他們自己的器官 裡面有一些身體功能的細胞 來能夠產生到那種罪合物 而很有趣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空 去觀察一下這個蜘蛛的活動 蜘蛛這個絲是可放可收的 小弟試過有一段時間 實在真的是 就是有如坐牢搬悶到發癲 我真的看著一個蜘蛛 怎樣日頭出來結束這個網 天黑的時候把它收回 把它套出來的絲自己吸收回 來去拿 可能明天再拿出來用 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會看到就是蜘蛛自己本身 就是它懂得去吃外來的東西 來將那些這樣的東西轉化 成為自己有用的物質 拿來去整一個蜘蛛網 OK 好了 在產生這些蜘蛛網的這些物質的時候 就是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一些準備能夠聚合而成的聚合物材料 OK 就是說它有一些身體的一些烤素 能夠幫我製造這些聚合物的材料 令到它一拉出來的時候 遇到空氣 就自動營結成為一條條很暗的絲作物 就是基本上是聚合物 OK 那我們找不找到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問了 我們可不可以跳過這隻蜘蛛 只是留意蜘蛛自己本身製造蜘蛛私原材料的那個器官 看看裡面那個生化的過程 來去模仿生化過程 製造我們 就是找回合的酵素 來製造蜘蛛私的那種原材料 如果我們能夠找得到 重複這個生化過程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 企圖人工合成這個蜘蛛私 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當然這個研究還在研究的階段 但是裡面用到的東西 你會發覺也是 就是基因技術 蛋白質研究 怎樣去複製那個酵素 怎樣去大量去製作這種酵素 來去做出這個蜘蛛絲的原材料 就是如果你說能夠做得成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大量生產到這種酵素 將它加進去 可能是一堆蛋白質那裡 混一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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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是一拉出來的那條絲 就可以結成為一個蜘蛛絲 就是可能是說著 未來我們可以人工的蜘蛛絲 就會是這樣 這裡就會多得那種 就是分子生物技術的那種科技 尤其是去玩這些酵母這些科技 就可以令到這樣的研究 變成可以不是純粹 我這裡說一下就算了 就可以真的進入一個 嘗試研究製作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我們可以這樣推論 就是自由上《自然界》的無論什麼都好 我們如果分析到裡面的結構 其實我們有能力去複製這些東西出來 首先就是你要將裡面 所有的化學反應先搞清楚 那個化學反應牽涉到 純粹是兩樣東西混混在一起 三樣東西混混在一起 還是怎樣呢 甚至中間需要一些叫催化劑的東西 是需要一種既特定形狀的催化劑 很多時候那些東西是一些酵素 是一些複合的蛋白質的東西 究竟那個東西的形狀是怎樣 什麼形狀和你製作到什麼東西呢 這就不是一個這麼簡單的過程 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來到這個階段 比較水到渠成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很好的人工智能系統 去幫我們去辨認很多種不同的蛋白質的形狀 我們可以現在就是說 我們知道蛋白質可以千變萬化很複雜 都不是千變和萬化 就是億變和兆化 我可以說得誇張一點說 很多種不同組合的蛋白質 我們能夠辨認到它 也知道它的形狀是怎樣的時候 再看看有沒有能力製作到它 製作到之後 我們就可以叫做人工製作酵素的技術成熟 基本上就是說當我們了解這個生化過程 知道裡面先涉到什麼的原材料 和什麼的催化劑 什麼的酵素之後 這些我們製作過程 人工重新再製作過程就會變得可能 這個跟我們做藥一樣的 我們知道 譬如我們一草藥 吃了就這樣 我們就抽了它裡面 就是令到我們能夠那個疾病 醫好的那些的原材 再提出來就會變成藥 是的 大家都不要忘記 如果說回比較久之前的 諾貝爾生物醫學獎 人工合成而倒數 是不是 當你能夠掌握到技術 合成到一件能夠可以 可以醫治很多人的東西 諾貝爾級數的東西 但是這個蜘蛛獅 其實有什麼實際用途呢? 首先就是它非常堅硬 你要知道就是 它那個強度可以跟鋼來比較 就是說強度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就是一條一樣粗的鋼籃 和一條一樣粗的蜘蛛獅 那條蜘蛛獅本身可以輕過鋼籃很多 而且好在就是 它不會生瘦的 其實不瘦鋼不是沒有生瘦的意思 裡面一樣有東西氧化的 還有會金屬疲勞 金屬的麻煩就是金屬疲勞 但是蜘蛛獅呢? 會不會規避到 應該就有機會規避到這些問題 OK 蜘蛛獅可能也有蜘蛛獅疲勞的 如果你看回蜘蛛盒那裡 就是如果蜘蛛獅子 大型一樣會斷 但是相比於同等 這麼大這麼小的鋼籃來說 如果它的強度不是差得遠 甚至是比鋼強強的話 我覺得它可以取代 取代鋼籃 因為鋼籃有些麻煩 就是始終重 我們以前也說過 類似會不會有些 叫做 納米的碳纖維 一樣做到這個效果 這個也可能是 也是強度很高的 但是說到強度 我想這裡要看看 它能不能夠承受到拉扯的能力 以及如果橫向被它撞去的時候 承受能力有多少 那不同的用料 即是你說的是那些碳纖維也好 還是不鏽鋼籃也好 或者是鋼籃也好 它有不同的參數 自然它有不同的參數 就令到它更加適合在一些不同的範疇裡面 即是我不敢說 你可以用蜘蛛絲來取代鋼筋 這個應該就不是這樣的事 但是反而碳纖維會不會有可能呢 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蜘蛛絲主要是那個韌力 它很有獨特的韌力 你說拿來做那些 軍株章那條蛋黃繩 或者是需要很堅韌的材料 甚至說到太空衣裡面的內裡的甲層 最實際的避彈衣 講到這些 我想大家都應該可以接受到 這個應該是有用的了吧 是的 用久有用的 不過你看一下後面那塊很簡單的 不過是用了100萬的蜘蛛 是用來做出來的 是的 十點多高 那是100萬隻蜘蛛 OK 養起來也挺恐怖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拿100萬的蜘蛛 來做這樣的東西 是的 如果你說出家人 就覺得實在是熱南無阿尼陀佛 殺生這麼多才能夠做到 當然就是絲綢 那本身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不是蜘蛛來的 是經過殺生才能夠拿到的材料 但是也是這樣 這個又不小心可以碰到這個 就是說 你經常去奴役一隻乳牛 逼牠生牛仔來去吹牛奶 很不人道 這樣被人立化了很久了 OK 能不能夠用生化過程取代 令到我們不需要去奴役一隻有意識 有靈性的牛 來去生產一些營養價值 一樣這麼高的牛奶 我覺得是有意思的 那當然會不會有人說 別有用心覺得 拿一件東西來做其他假的東西 來做一些更加假的牛奶 那這個我不敢說 一定沒有人敢做 但是起碼就提供到多個途徑 就是我們似乎可以避開 沒有那麼殺生的 其實甚至乎你擴展到 所有的那些人造肉 就是那些豬肉 那些人造蜘蛛的材料 就是避免了 就是我們透過模仿這些生物的生化系統 就避免了要殺 或者增加到這個物種的痛苦 那我覺得都是可以是一件好事來的 如果適當地使用的話 好 那這一節我們結束一下 下一節我們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運輸的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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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好兄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